接下来我们要讲右手开掌定折 老师用下面的图来介绍 我们看这只手 把手摊开的时候手掌朝上 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的方向 四指的方向是磁场的方向 用B表示 掌面的方向就是 F是受力方向 就是这个导线在磁场中受到力的方向 所以电流跟磁场垂直 电流跟受力也垂直 磁场跟受力也垂直 所以这三个 都两两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看这里 这一条导线 这个图是指这一个 这条导线 电流 朝这个方向 磁场 由N跑到S 所以磁场 向左边 所以四指向左边 电流 朝这个方向 也就朝上 所以 所以 所以掌面 就会朝上 所以他的受力方向是往上 这个线圈 这个线圈的这一段 会往上 那这边 那这边 其实就会往下 这个手掌 是指这里 电流 朝这个方向 大拇指 电流 磁场 由右到左 磁场 朝左边 电流 刚刚这里是用绿色 这是电流的方向 这两个是垂直的 再来 展面朝下 所以受力方向 是朝下 好 这样会比了吗 这三条线 都两两 互相垂直 所以这边这个导线 他会受力向下 所以这个线圈 就会造成 逆时针 旋转 右手掌 伸直 合并的四指 是磁场的方向 大拇指的指向是 导线上的 电流方向 垂直与掌面的方向 就是掌 推出去的方向 就是导线 受力的方向 第二小点 磁场的方向 电流方向 跟受力方向 都 互相垂直 第三点 载流导线在磁场中的 受力现象 也是用在 移动的电荷 移动的电荷在磁场中 也会受力 待会我们再介绍 第四点 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就是 电流的方向 这个没有问题 电荷移动的方向 电荷移动的方向